曹操拥有霸道的力量 并且他还能释放出强大剑气 对敌人造成高额伤害 那这个英雄他如果不强的话 那肯定是很弱的 但在体验服不一样 在体验服的曹老板 他会让你们知道什么才是真的霸道的力量 这集游戏对面刘备 我们这边有个树上枪 而我呢 而用的曹操 我感觉我充满的力量 进入游戏这把我们打野选择红开 在体验服呢 曹老板的被动已经改了 每释放一次技能就会获得一个被动 没有一层被动就能释放出一次强大的剑气 这个被动能存出5次 光信各位知道吧 现在在体验服被称为小曹操了 而且能获得这个称号还是他理性的荣幸 现在的曹老板有多离谱 他放个屁让其他英雄闻 其他英雄都不敢不闻 这才是真霸道 这辈队有称到经验没有称到四级 但是没有关系 如今曹老板的实力早已金分锡比 后手经常收割一下 不过就这一个曹的位移还是有点小鸡肋呀 但是说实话 现在的曹操已经很好了 问一距离大家长的话就有点太过分了 追上这个领性跟他打 他开大我们也开大 疯狂对他使用强大剑气 他打不过了想逃 我们一剑直接追击 虽然这里失误了没把他杀掉 可对于我来说已经足够了 我已经成功的打出了气势 现在的敌人只要一见到我 就会被我给吓跑 而且还跑不掉 来吧 感受一下霸道的力量吧 残忍领性直接感受掉 要打架了 我们先把被动给斩好 然后直击米莱迪 摸到敌人的开大墙化 被控了一下免得交伞 这个距离按常理来说 他已经很安全了 但是抱歉 你低估了霸道的力量 利用我们的间隙 远程击杀敌人 只需要再靠近一点 只需要再靠近一点 敌人变会融化 以前曹老板追不到的敌人 他能追了 以前杀不了的人 他也能杀了 理性逃不了回头想要反打 可惜啊 反抗霸道的力量 本身就是无望 哟 刘备 你也不希望你家香香在我这边 受委屈吧 拉满了 真的 强度真的拉满了 怎么交伞穿墙逃跑 进塔拉开距离 都毫无作用 勇敢啊 这理性很勇敢啊 都这样还要进我野区 啊伤害好高 打得我好疼 我快死掉了呀 呃什么嘛 才两下就不行了 真的逊嘞 我们呢 尽量多重备动 打架的时候特别有用 我们这个剑技 不仅速度快 距离远 而且力道也不低 对面这理性 真的爱兵如指啊 都这个情况的还不跑 还要亲密线 开大跟我打 抱歉 你还是加强一下再来吧 呦 这理性是弹的吗 怎么又来一个送的 交三想逃 抱歉 你已经被我强大戒指给命中了 无处可逃了 众所周知 牛背贴脸上很高 所以我们斩好被动 跟他保持一段距离 然后凤红的输出 在塔外把他打残过后 再进塔收割 肉眼可见的英雄强度啊 来收割一下对面野区 偶遇了一个正在打野的敌人杰 开大把我定住了 然后他 呃 他跑路都不会跑了 我仅仅是往那一靠 他自己就慌冷 拥有的经济脸压 还有英雄强度 无所畏惧 那是绝对的 技能交完了 这个理性呢 还是没追到 项羽怪推了一把 想帮助我接近理性 谢谢不用 配合队友 把死马给杀了 这没人管我 那我接着推塔了 推完塔 变要回房了 我们先撤 这逮着一个落单的牛背 还在偷我的昆 简直胆大万为 跟我吵个皮 你有这个实力吗 以生命为代价 只打掉了我两个血 真的是好恐怖呀 敌人杰这个位置 我们是可以追的 直接约不要怕 项羽怪救人到 这个位置 这个血量 我选择逃避 但是各位不要忘记了 别低估了 阿道的力量 阿神奇里沉睡的野兽 绝心了 这感觉 太棒了 血量不怎么健康 我们开大 用这个野怪吸血 米莱迪靠拐了 他不会觉得 隔了一堵墙 我杀不掉他吧 好杀掉米莱迪不好 我们状态也不好 这 这是故意的 还是不小心的 啊 中奎你干嘛 哎呦 活下来了 我们利用野怪吸天蟹 状态补的差不多了 可以去帮都有了 但好像已经没有什么事了 下路有兵线 我们闪下被动 准备点塔一波 改版过后的潮流版 强度很高啊 就是不知道 能不能出体验服了 各位如果喜欢这视频的话 就三连关注一下吧 那么本期视频 到底就结束了 我是关咯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 by bwd6